人都怕疼 你不怕 反而享受疼痛 那就是你活 他们死 阿湘 老温以前 可有着吐血昏迷的毛病 没有 不过我小的时候 主人经常握病在床 长大以后就没有了 你几时跟着老温的 从我记事起 我就跟着主人了 那 她又是何时到哪儿的 到哪儿 没事 小丫头 去休息一下吧 我来看着她 我不 我要陪着主人 那你不管管 你那不吃不喝 都陪着你的曹少侠了 管她干嘛呀 主人比较重要 好丫头 去休息一会儿吧 有我呢 好吧 那主人醒了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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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行错了 请谷主再辞教 这才对 你要记得这里是鬼谷 不是山谷的谷 是谷虫的谷 只有强悍狠毒道吞噬一切的谷王 才有资格活下来 十万阴忧之地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人都怕疼 你不怕 反而享受疼痛 那就是你活 他们死 阿星 你打小入骨 自己能够活到今日 并且出落成这般人才实属不易 本族是看好你 才肯挑着你 阿星感恩戴德 您记于心 好 能不能熬成下一个万古之王 万恶之手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我本来就没事 就是口有点渴 你快伺候伺候我 老温 你醒了 阿星 你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 赶快运转内袭看看 我见你迈向正常 也不敢给你乱下药 无妨 可能就是一时内袭走插了路子 沈沈呢 我已经将她赶走了 你为何 沈沈这个人 虽然糊涂自私 但终究是遭人蒙蔽 罪不至死 这些年 他们兄弟几个 也饱受良心的折磨 良心 周子舒 你以为人人都有良心 沈沈既然有脸问我爹娘何在 我就该送她下去见他们 老温 归根结底 有罪的是下毒的赵敬 其他几个 有他们的苦衷 你现在跟我说众生结苦 难道我父母就不苦 坏人的苦衷就是苦衷 好人就该默默受死 要走福萨你去做 若你可做万恶之手永伦地狱 也不受这肮脏气 老温 对不起 这毕竟是你的私仇 我不该替你擅作主张 抱歉 我是不想看到你双手在沾满鲜血 也罢 沈沈这丝若是死在我手上 等若给了她偿命抵罪的机会 那便太便宜了她 就让她好好活着 眼睁睁地看着五湖蒙这帮狗 等你痊愈了 我同你一起 去找赵敬报仇 我本来就没事 就是口有点渴 你快伺候伺候我 用不用给你换酒啊 要去也是等你痊愈再去 五湖蒙这帮人满口仁义道德 实则背心弃义 偏生盟主之位 落入了一个无情无义的恶棍手中 这还不算报应 我现在看着这些脏心烂肺狗咬狗 可比手刃他们还要痛快 主人 主人啊 你吓死我了 你好丑啊 主人你怎么样 头汗晕不晕 肚子还饿不饿 要不要给你做饭吃啊 我现在就觉得你非常丑 好 你们先聊 我去看看成岭饭做好了没 嗯 主人 你 是某泡汤 还好阿絮似乎没注意到 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人鬼 终究殊途 还想吓唬我 想什么呢 我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什么了 你想明白什么了 邓宽的行为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把恶心的药人 当孩子养的怪胎龙孝 这控制药人的法门 或许和那个传说中的射魂骨有关 对 我们先后在义庄 毒蝎分舵龙渊骨 都有见过这些药人 义庄的药人 还受长舌鬼驱使 但是 这些怪事里都有不少毒蝎的影子 阿絮 你在天窗期间 可曾见过毒蝎的老大 毒蝎的老大异常神秘 从未露面 审慎他不思作为 那这半猪吃老虎的赵玄德 便是毒蝎真正的老大了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只不过其中还有几处官窍 我还没有想通 还有另一件事 何事 现在不是一件事了 是两件事 这第一件事情 假设毒蝎的老大便是赵玄 那当年在高崇剑上 为三师毒的 间接害死容炫夫妇的 也是赵玄 那第二件事呢 谁是长舌鬼 是不是那个在义庄 使用缠魂私侠 驱使药人的汉子 长舌鬼 我只知道他是十大恶鬼之一 对对对 他是吊死鬼的手下 吊死鬼后来武功精进 便将缠魂私侠给了他 涂灭靖湖派一事 便是由他主导的 原来如此 还是我们家老温 见多识广啊 嗯 温兄 水不管你在叫我 喂 我的主人我照顾就好了 关你什么事啊 我就是 你不要讨好我主人 你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 是 主人啊水上好了 有事叫我啊 刚才险些说漏嘴 倒出了我早就认识 长舌鬼的秘密 还好阿絮似乎没注意到 如果她知道了我的身份 人鬼 终究疏土 这丫头我不要了 三钱银子卖给你要不要 要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银货两气 亦不得反悔 主人你 你混蛋 好满儿 吃饱了 好好托我们家阿湘 别耍性子 乖乖的 谁是你们家的呀 小红和大红 你选一匹齐走吧 甘楼和水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咱们就此别过 阿湘 你怎么还挠我呀 挠什么挠啊 我是主人的婢女 自然是要跟着主人走 你回你的青温剑派去吧 阿湘 我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谁说你错了 你呢是名门少侠 我只是一个野丫头 我们不是一路人 谁说你是野丫头啊 温香 主人 你不是我的丫头吗 那我不就成野人了 曹卫宁 你带荷包了吗 带了 带了 这丫头我不要了 三钱银子卖给你 要不要 要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银货两弃 亦不得反悔 主人 你 你混蛋 看见没有 这刁奴还欺主 我 这还要的啊 这样吧 我再给你打个对折 一钱半银子 别嫌贵了 我家序这么能干 也才三钱银子 你吓我什么呀 周叔你还不管管他 我哪儿管得了他呀 你不管他谁管他 还这么凶 我把他免费送给你不要了 快拿走吧 温兄 皇天在上 我从来没把阿湘 当成丫头对待过 蒙你亲眼把他托付给我 待我禀明师父 定当三枚六片 十里红装把他取回家 不敢 有半点代码 十里红装 不是娘家家女的事吗 你闹个屁啊 阿湘 租廣 我们需要引起我 帮我制作群鬼策 供诸于武林 可如今已经结了盟 为什么要反悔呢 义父 如果你把群鬼策 公告于天下 那不是断了 他们的后路吗 那 那我以后还怎么 去使他们做事 谢儿啊 现在少林寺 都已经出面了 这锅汤 就已经煲到火候了 再说了 我们还要那些群鬼 有什么用啊 罗王一步 就等着驱使猎物 入网了 还不明白